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,今天中午12点34分,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6.0级地震,震源深度30千米,台北、宜兰等地均有震感。 新马车站负责抢通路线的工作人员表示,地震不会对抢通造成影响,争取三天内全线恢复通车。 东方卫视记者王淑玲,台湾伊朗报道。